食品安全的问题相当受到重视 因此选择有产销履历的农产品是相当好的选择之一 为此吉吉正公所结合富山果菜运销合作社 共同办理损损动人产销履历推广行销计划活动 理事主席也表示相当感谢公所以及农粮署的帮忙与辅导 这次的活动除了推广在地优质的绿柱村以外 也推广产销履历 也希望民众可以选择有产销履历的农特产品 今天是我们富山合作社举办的农特产产销履历推广活动 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指导单位 农委会农粮署拨款补助才有今天的办这个产销履历的推广 再次也要感谢我们的吉吉正公所 我们的镇长还有我们的客长 庄客长对我们这个活动也很关心 大力的推广才有今天的场地可以办这个活动 这个今天的活动最主要就是重于产销履历 现在的政府很重视国人的健康 对这个产销很严格把关 一直在推广 所以会来办这个活动就是要让农产品的产销给国人 以后要使用的时候安心使用 吃得安心又吃得健康 我们吉吉去年有得过全国十大产销班 累入第四名也是不简单 很好的成绩 李治主席也表示除了推广产销履历以外 这次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来推广吉吉正的优质绿柱顺 由于气候平稳没有东北季风 也没有外来因素影响 因此生长出来的绿竹笋品质相当优良 吃起来又脆 平常起来也非常的甜 我们的吉吉绿竹笋有一个特色 因为我们的气候很平稳 平常没有什么东北季风 没有什么外来的因素 很平静的让那个绿竹笋再成长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 尤其我们的吉吉的地肉又过 又平静没有 无风无浪 很平静的在生长 所以它长出来的笋竹笋一定很清脆 又肥又大 又清脆 吃得很甜 如果喜欢品尝 利竹笋的游客 可以到我们吉吉来品尝 便宜又好吃 那我们的吉吉利竹笋 它的产期很长 几乎是整年都有 因为我们的我们这边有用特色的栽培方法 就是笋子栽培笋子一直以一代一代一直产生下去 所以它没有停顿的季节 冬天也有 所以我们这边是一年四季都有栗子笋 县府农业厨长也表示 产销履历是未来的趋势 再加上吉祺镇近年来 栽种绿珠的面积越来越大 也有完整的产销履历 希望民众可以多多支持 吉祺镇优质的绿珠笋 并让消费者对于农产品 有完整的履历可以了解 今天很高兴代表林森县长 参加这个积极富山 果菜印象合作社所举办的 损损动人的产销履历的一个 推广的活动 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 现场有那么多的产销履历的达人 在基祺火车站前 希望能够现场来推荐给我们 这些所有的消费者 很重要的在 立初省的一个栽培 我们看到基祺这边 从去年的大概37公顷 到现阶段已经逐年在攀升 到将近近50公顷 有19位的这些 农友参加产销的履历 其实就是希望 一方面是现阶段配合农粮署 产销履历的一个建制 让所有的消费者看到整个的一个 生产履历的一个过程 那这里面从不管是从土地 产品一直到生产者 那也有这个所谓的第三方的认证的机构 来对所有的这些农友生产的产品 来做一个检验 需要能够从食品安全 环境卫生永续生产的面向 来提供让我们消费者买到相当优质的 南投在地的这个绿竹笋 那尤其现阶段透过生产技术的改良 几乎可以全年 全年都可以吃得到这个鲜甜脆的这个绿竹笋 尤其像这个部分 现阶段刚好是绿竹笋的一个产技 所以值得我们推荐给所有的消费者 新议员王秋淑也到场参与 王议员也表示 机构生的绿竹笋不但品质相当好 也克服了许多载重的技术 让四季都有产量 再加上目前政府相当重视食品安全的问题 因此也希望民众可以多多寻购 有产销履历的农产品 今天是很欢迎是我们的 直接我们的机构增加 来所基板的我们的顺顺动人这个产销履历这个活动 买给我们的乡亲 以及到我们的 是爱我们 每次吃的农产品的 真的好朋友的游客 当然可以接着说 真正健康的我们这些农产品 以及到我们的产销履历 是买给我们的乡亲 大家可以接着更健康 不只是 只有就是从栽种开始 以及到我们的生产 一直到我们的推销的时候 都是一个 透明化 可以让我们的乡亲 吃着更健康更安全的食品 所以 也可以来选购到我们的 产销履历的农产品 值得到我们的大家 可以来用心来享用 因为这是真的 我们的农民 真的辛苦所在乡的 出的农产品 都在我们的 层层把关之下 都可以得到 这些产销履历 这个履历 都要在他们的规定范围之下 所以可以有这个层层把关之下 让我们的乡亲 吃着可以更健康 公所秘书也指出 在106年成立富山合作社 并主打绿珠笋 经过许多年的时间 需要有成就 在中央的协助下 断理产销履历推广计划 一方面推广 集集镇的绿珠笋 另一方面 可以推广产销履历 也希望民众可以多多支持 集集镇在地油脂的绿珠笋 我们集集富山果菜运校合作社 它从106年的时候 由我们公所来辅导成立 那这几年它针对 主打是绿珠笋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由富山合作社 它由我们公所辅导 它向我们农委会 农粮水中心分水那边 来申请补助 总共他们补助20万 由我们公的资筹来5万块 来办理这个111年 积极产销履历推广行销计划 这次主题就叫损损动人 那主题就是要推广 我们积极的绿珠笋 那我们积的绿珠笋 目前的面积已经达到 40几公顷了 那也希望就是说 这个绿珠笋在这个计划的活动的一个推广之下 能让全国民众都知道 我们积极为这个那么好吃 又鲜甜又很脆的这个绿珠笋 来让国人来参观来选购 那希望这两天的活动 也邀请全国的游客 到我们积极的时候 不要忘记来这边来参观选购这个绿珠笋 理事主席也表示 富山合作社成立五年 在经过地方公所协助下 渐渐有了很好的成绩 更获得全国十道产销班 尤其绿珠笋的产销履历已经有三年 再加上绿珠笋的栽种比较简单 因此在产销履历上面 都可以看见 很少使用农料以及肥料等等 我们富山合作社成立资金已经五年了 刚开始 人家说万事起头来 三年内很难经营 因为你辅导单位就是一定有规定 行政有规定就是说 你有三年内 就是都没有办活动的也没有补助 就看你三年过后 第四年 我们就是第二年接第三年 就开始报名参加全国十大 结果被我们闯出一片天 我们产销履历就是 等于有开始立资笋的时候 到目前顶多是三年 就三年 这个立资笋 如果它的栽培应该是很单纯 平常以前的前辈人在讲过 那个笋子 根本就不用荣耀 不用肥料 从来没有听过 以前的人说 要肥杀荣耀 下肥料根本就不用 所以说立资笋的栽培很单纯 它什么都不怕 蚂蚁也不怕 锅鸟也不怕 立资笋下又 进去工作又比较凉 没有日照再晒 那个草皮 草也 几乎等于不用做草 除草 因为它的立资笋下 不会化 它的叶子茂盛 所以它立资笋下 不会长 不会长草 所以省了很多的 除草的工作 农粮署中区分署 作业生产课长也表示 富山在农粮署的辅导下 栽种面积越来越大 也获得十大产销般的殊荣 在产销履历的面积部分 也越来越大 希望未然能够推广更多的农特产品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今天 富山所举办的这样的一个 绿竹筍的一个活动 筍筍动的 对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分署这边 来补助的一个 产销履历的一个行销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富山 这几年 老实说 在我们的一个辅导之下 他在履历的面积的成长 不管在红楼果或是绿竹筍部分 都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面积 然后 他们的那个班 他们的一个绿竹筍班 去年又得到我们的那个十大 产销班 所以 是非常的不容易 在这个 我们那个蔡主席的领导之下 这个 这个设厂已经慢慢在茁壮了 然后在产销领域面积 年纪也越来越多 然后他进去那个台北开卖市场 那个绿竹筍的价格一直都是蛮高价的 所以这个代表说我们是努力 我们这个产销班的努力是有不构毒的 我们也希望说贵兰 期待积极这个地方 其实除了香蕉 红楼果之外 像这种比较新兴的作物绿竹筍 还有我刚刚看到的摊位里面 还有一些羊肚 这个部分都是老实说蛮值得我们来做推广的 新兴的王秋水表示相当感谢公所办理活动的用心 只有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民众认识在地优责的绿竹筍 尤其积极镇绿竹筍四季都有产量 欢迎民众多多支持 积极镇公所给我们所基盘的 我们的笋笋动人这个活动 可以来推广到我们的集中 我们这些农产品 可以让我们这些产销履历 我们这些农产品 以及我们的绿竹筍这个农产品是非常特别 因为这一般是都有一个季节性的 不过我听说我们的集中的绿竹筍 是整年趟梯都都有的 尤其在这一家在南投消息站在推广的时候 有受到很多的乡亲的喜爱 有的游客来实际上说 我们这个绿竹筍要像我们的水来的一样 这么甜这么好吃 所以就表示说我们的农民 这么不简单 可以建筑到这么好的品质 我们的绿竹筍 所以我们说吃顺吃顺 就也要吃粿籽来割 所以也会看到我们的 只有一点不仅有绿竹筍 也有我们的香蕉 我们的红粮糕 以及我们的农民 所栽种的这些农特产 都有我们的产销履历 可以来推广给我们的大家 可以让我们的乡亲 吃到的可以更健康更安心 集集镇近年来除了山椒 以及火龙果以外 再来就是绿竹筍了 不但有完整的产销履历 在载中技术上也克服许多问题 因此四季都可以吃到最优质的绿竹筍 新议员王秋淑肯定公所 以及合作社的用心 也希望未来能够加以推广 让更多的民众都可以认识 集集镇最优质的绿竹筍 民意习闻邱平逸专题采访报导